何光宗倒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北省委政协常委,原秘书长何光宗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监察调查 这家伙曾经非常厉害 曾经连升好几级 火箭提拔二十三岁,二十二岁是普新县的,工会的 二十三岁现团委书记, 人大常委二十六岁,认侍委 任市委政研史副主任 27岁 任新店镇长 28岁 就省 省中会调研尺政科级 36岁 湖北省省工会调研尺副主任 41岁 到了省交通运输厅了 随后任隋州市常委 调来调去看人的头晕呢 反正就是一只升官升官 2018年任荆州市委书记 这个荆州好像有一个观光像 用这意思了 好像在这里是要出问题 那个观光像说不少钱呢 是多少个亿呢 那个观光像 这里有一封信 做检讨了 做个检讨 我还要为我们政协委员做个检讨 特别是有一个叫张如学的政协委员 我要向他检讨 因为就是去年也在这里 我当场跟他答复了 他建设荆州美术馆的建议 2020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 结果到现在没有满意的答卷 就是我说话不错 说现在还是设计图纸 现在我们已经把图纸交给了文理局 文理局现在牵头 我现在不知道文理局局长能不能给我一点底气 要么都给张学如委员表个态 2021年一定建好行不行 反正那个观光项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有一定的关系 我的天 这些个家伙们 一天一天到晚的 就是干怎么消耗纳税人的钱的事 一点这个事也不干